上一讲谈到 就在修鱼之战的同一年里 辞职通鉴竟然记载了苏秦之死 这就让我们又相当困惑了 大名鼎鼎的这位苏秦 好像还没来得及做出什么事业 怎么这么快就死掉了呢 辞职通鉴的记载相当简略 只是说 某位齐国大夫和苏秦争宠 派刺客刺杀了苏秦 这个说法出自史记苏秦列传 那就让我们简单的做一点前情回顾好了 按照司马迁的说法 苏秦从燕国出发谋划合纵 在国际社会上转了一圈 靠一张嘴所向披靡 胜利完成使命之后 回到赵国 被赵苏侯封为武安君 然后把山东六国的合纵盟约 送给秦国一份 让秦国老实了十五年 后来秦国派携手 欺骗齐国和魏国 约好一起去打赵国 秦国这么做 为的就是破坏合纵关系 赵王当然不干了 则为苏秦办事不力 苏秦怕被追责 请求出使燕国 说一定要报复弃国 苏秦就这样离开了赵国 而随着他的离开 合纵关系也就瓦解了 以上所有事情 方方面面都透着不合理 和其他记载矛盾重重 时间上面 怎么都没法树立清楚 所以司马光 在编写资质通鉴的时候 只好大善大改 还在通鉴考议当中 给出了理由 说事迹啊 自相矛盾太严重 所谓秦兵不敢亏 韩古关十五年 只是游士们的夸大气词 不可惜 司马光虽然起了疑心 做了考证 但考证做得很不彻底 所以写到休云之战这一年 又误信了司马迁 把苏秦写死了 事实上 苏秦这时候非但没有死 甚至还没来得及 真正发光发热呢 所以苏秦在下文当中 还会有不少戏码 但现在 我们不妨先沿着史记和 资质通鉴的记载 看看苏秦的死印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 苏秦为什么会出现在齐国 资质通鉴有过交代 苏秦和燕文公的夫人司通 这段间情被继任者燕翼王知道了 苏秦怕了 不敢在燕国久留 就向燕翼王提出申请 说自己呢 留在燕国没有多大用了 但如果去了齐国 就能给燕国带来很多的好处 燕翼王同意了 于是苏秦假装在燕国犯了罪 为罪潜逃 投奔齐国去了 齐宣王呢 请苏秦担任克卿 而苏秦呢 劝说齐宣王 扩大宫殿和园林规模 高调彰显自我 苏秦呢 是想用这个办法 拖垮齐国的经济 帮燕国缓解国际压力 但是 以上所有关于苏秦的记载 其实都靠不住 至少这时候的齐国 还是齐威王的执政期 齐宣王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呢 无论燕文宫还是燕翼王 很可能都和苏秦不存在任何瓜葛 苏秦真正效力的燕王 很可能是以后的燕昭王 按照史记 苏秦列传的说法 苏秦在齐国啊吃得开 自然呢 也就很让人眼红了 所以齐国没少有高官和苏秦争宠 最后争宠 撑得不择手段 苏秦被刺客 刺成重伤 齐王派人追捕刺客 但没有抓到 苏秦啊 强撑着一口气 给齐王出了一个主意 说自己呢 马上就要死了 索性等死了以后呢 请齐王把自己的尸体 车裂示众 罪名呢 是为燕国做奸行 这样一来 凶手一定会现身的 齐王一计而行 凶手一看 竟然还有邀功的机会 果然挺身而出 没想到啊 自投罗网 被齐王杀了 苏秦大仇得报 但苏秦毕竟真的是 燕国安插在齐国的间隙 突然这么一死 秘密也就藏不住了 齐王后来也知道了真相 把燕国恨得是咬牙切着 这就让燕国提心吊打了 生怕齐国报复 于是苏秦的兄弟苏黛出场 绑燕王出谋划策 接替苏秦上演这场 波鬼云爵的全谋大戏 我们再来参照一下 史记张仪列传 说张仪啊 在魏国待了四年 待到魏湘王死了 魏埃王继位 魏埃王不听张仪的话 张仪呢 就悄悄联络秦国 让秦国来打魏国 果然秦国军队从西边打来了 打腾了魏国一下 第二年呢 齐国军队又从东边来了 又打腾了魏国一下 然后秦国军队二度发位 先把韩国大将身叉打残了 斩首八万级 诸侯震孔 张仪呢 趁机一番雄变 总算把魏埃王 拉到连横阵营里来了 你是不是听出不对来了 身差被打败 斩首八万级 这不是五国罚秦之后 秦国打的防守反击吗 怎么被算到魏埃王头上了 这里边也没张仪什么事啊 时间线怎么全乱套了呢 还有更乱的 在史记张仪列传的记载里面 又过了若干年 张仪正在楚国忽悠楚怀王的时候 听说了苏秦的死讯 赶紧拿这个新闻当成论据 又对楚怀王一通忽悠 张仪是这样描述苏秦之死的 苏秦这号人明明是合纵主持人 但当了燕国总理之后 和燕王秘密谋划 要把齐国灭了 瓜分齐国的土地 于是假装在燕国犯了罪 逃到齐国 受到齐王的信任 当上了齐国的总理 两年之后 苏秦阴谋败露 齐王气坏了 把苏秦车列示众 你苏秦这种阴险诡诈的人 想要操控国际局势 搞成合纵大联盟 哪可能搞得成呢 张仪的言下之意是 苏秦搞合纵 属于不靠谱的人 去办不靠谱的事 聪明人呢 最好别掺和 只有连横才是人间正道 我们看到 仅仅在史记这一部书里 苏秦列传和张仪列传 就有太多地方合不上派 这倒不怪司马迁 因为前边讲过了 就在史记苏秦列传的结尾 司马迁说了这样一段话 世人谈论苏秦的时候 说法非常混乱 很多和苏秦的作风相似的事情 都被归到了苏秦身上 哪怕这些事情 并不发生在苏秦生活的时代 这话意味着 司马迁在写苏秦列传的时候 虽然已经尽其所能 去为存真了 但真相到底什么样 他其实啊 也不敢笃定 无论如何 司马迁记载的苏秦之死 成为历史上 死后复仇的 两大经典案例之一 第一个案例 前面已经讲过 那是中安亡21年 楚道王死了 在楚国主持改革 得罪了一大片元老贵族的武器 失去了保护伞 遭到了反对派的疯狂围攻 按照吕氏春秋的说法 吴起在遭遇袭击的时候 中了剑 明知必死 就向叛乱分子高声喊道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兵法 然后啊 拔出射在身上的剑 插在楚道王的身体上 栽赃给叛乱分子 损伤国君的尸体 属于灭族重罪 所以吕氏春秋呢 非常的欣赏吴起的其中生智 都死到临头了 还能布下这个局 给自己报仇血恨 等到楚道王下葬 楚肃王继位 尽数诛灭叛乱分子 有七十多家贵族 被满门抄斩 明朝人王世珍 博文强记 把吴起之死和苏秦之死 捏合起来 说这两位都是死了 还能给自己报仇的厉害人物 关于苏秦张仪的各种记载 总是很容易把人搞乱 所以在这一讲的结尾 我还需要重复一句 虽然资质通鉴 在休谊之战的当年 记载了苏秦之死 但苏秦啊 这时候不但没死 将来还会活蹦乱跳很多年 那么资质通鉴 接下来记载的 张仪拉拢魏襄王 把魏国 重新拉入连横集团的事情 到底可不可靠呢 史记张仪列传 把这件事安排在了 魏哀王的时代 到底谁对谁错呢 我们下一讲再谈 我还没关系 我这就没关系 我还没关系 我可以看到 我这就是 我可以看到